今天GioGibar的第二门课 我们准备要介绍基本的数值化感使用方式 那学会了这个方式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多有趣的实验 那首先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函数 比方说sinx画出这个图形 这是我们上次介绍过的部分 那我当然有时候会想要做一些改变 看加了一些不同的化妆方式 函数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那比方说我现在想要把它变成sin2x 两倍的x 那看到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的实验 比方说三倍的x等等 那再度下去我们可能就疯了 因为实在太复杂了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设一个变数 然后我们只要改这个变数 就可以让这个函数改变了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比方说我现在想要设定c等于5 那sin这个函数呢 我想要变成那个sin of c乘上x 在99 bar里面呢 这个我每一次打一个空白就表示乘的意思 所以现在就是sin of c乘上x 那这样子的话我如果以后改成比如说c等于3.2 你就会发现这个函数真的变了 那这样子看起来不是很酷的样子 最好最好是呢 我想要那个做一个数值滑感 数值滑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马上示范一下 数值滑感在这个地方 99 bar有一个功能就是叫做数值滑感 我现在如果点了数值滑感 选择数值滑感之后呢 我在那个我喜欢的地方底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会告诉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数值滑感的名称是a 也就是我们要用的变数是a 然后最小是负5 最大是5 然后增量是0.1 就是每一次从负5 然后每一次增加0.1一直到5 这个样子 所以我套用了以后 就会发现出现了这一个数值滑感 那我们要拉动的时候 跟前面介绍一样 我们一定要先选择移动的功能 那我就可以开始拉动我们的数值滑感 这样子数值就会变化 相当的好用 但是这跟我们的sign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sign是要变c 不是要变a 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做一个c的数值滑感呢 其实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举后举法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数值 刚刚我们有一个数值 我们自己定的c是等于3.2 那我想要把这个变数变成数值滑感 我只要在前面的这个灯点亮就好了 这个前面灯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用原来的函数 f of x 说明一下 这个前面的灯呢 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灯 让它按掉 这个物件就会消失 那再一点按一下 让它灯亮的话 那个物件就会出现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隐藏物件的方式 那一个变数呢 点亮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一个变数点亮就变成数值滑感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就会发现它真的变成一个数值滑感 它拉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函数变化了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要先稍微的把这个函数 弄得漂亮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线条变粗一点 然后我们换一个颜色 好 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拉动的时候 就可以 对不起 我变到数值滑感的颜色 我是要变函数的颜色 就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变化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拉动了以后 就可以让这个函数这样动 但这不是很酷 因为这是我们用手拉的 我可不可以让它自己动呢 当然可以 我们要自己动的方式 只要在这个地方选开始动画 可以跟上次介绍的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 变成动画型的图形出现了 我们下半个字幕